現在來住我們的房間 欸他還閃了 這邊是澎湖灣行李 然後我們是 那這個是 建村去改建 那我們是住三井三房 哇好酷 房間其實就蠻簡單乾淨的 很便宜啊 然後這個基加韭菜六千多塊 然後這邊是 他這個是去年才開始 去年才改建完成 然後 每日是一般的七八斤 母米之類的 然後這邊是不提供牙刷牙膏 然後床 床下小的 然後就這個屋頂 我們看到還有 附什麼 水壺 杯子 礦泉水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 便宜貨的飲料 冰箱 有冰箱 沒有東西 然後電視 一般尺寸 現在吃飯店的早餐 我在中正堂的吃早餐 因為他那個飯店就是 眷村去改建 然後那個中正堂 應該就是 類似 軍方的 場所 這樣 不知道因為現在是人比較少 還是說 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改成套餐 不是吃buffet 非常的混搭 有粥了 我其實不吃 所以我把它 換成這個 不吃 飛走了 那 菜色其實就是中西 混搭 然後這個 高麗菜 加滷肉 還有這個 生菜沙拉 乳醬 乳醬 還有 雞塊 還有 荷包蛋 荷包蛋 沒有辦法評論好不好吃 這是先做 這樣 今天是我們第3天的早餐 今天是我們第3天的早餐 那剛剛po的那一天 那個是昨天吃的 所以不是說我們今天 一天吃兩個早餐 那因為那個 飯店附的早餐就是 比較 一般 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3天 決定 自己去那個 文康商圈買 然後我們買了他 上面 就是文康街上面 兩間比較有名的 這個中繼燒餅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北新橋的 牛雜湯 那我們先來吃 燒餅 這個是 干貝炒蛋 我們吃吃看 他干貝醬 味道很濃郁 剛剛還沒吃 就是我從外面聞 就聞到那干貝醬 然後他是可以 單獨加干貝醬 然後 然後 經紀姐本來點說 他只要干貝醬 然後那個 店員就傻眼 他說 你不要炒蛋嗎 後來我們還是妥協 我們叫他炒蛋 然後 他的不是鬆餅 他的燒餅就是 吃起來對 就像鬆餅一樣 他就是吃起來很 很蓬鬆 很有空氣感 那跟台灣的那個 燒餅就是 不太 不太一樣 不是烤得很乾的那一種 但是大家是聞得到那個 麵香就是那個 燒餅上面的麵香 還有很多芝麻香 麵糰有一點 甜甜的 有一點像是那個 雙胞胎你知道嗎 但是 沒有那麼硬 然後 裡面 裡面的那個 蓬鬆的口感 有一點類似雙胞胎 但是還要再蓬鬆 再軟一點 好 接下來是 他就在 就在中繼燒餅的對面 他這間叫北新橋牛雜湯 然後他裡面有兩種 一個是牛肉湯 就是牛雜湯 然後我們兩種都點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裡面 有這個 牛肚 他牛肚燉得很軟 不會很難咬 這咬兩下就融化掉 然後還有這個 哇這個肉 看起來就很漂亮 這個 牛腩 感覺也是很軟 不糊 入口即化 超好吃 他牛雜是牛肚 剛剛還有牛腩 還有牛腩 還有這個 這應該就是牛肉湯的 那個牛肉片 牛肉片就稍微比較有嚼勁一點 比較硬一點 他的湯頭 真的就很濃郁 但是沒有 想像中的那種鹹這樣子 他不會很 非常死鹹 然後就是 燉得很濃郁這樣子 我覺得這牛肉湯非常好喝 尤其他的料燉得很爛這樣子 這兩間都非常推薦 有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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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ρι傅 美女 早 愛 早 好,那今天是我們銅湖第三天的行程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馬東市區 那第一站就是我們骨勤師村 那裡面還有章魚生跟帕邦的工具 那就跟著我們往下看吧 這邊是章魚生的經驗館 那我就帶大家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吧 酷! 這首歌的主唱就是帕邦邦 那我們現在也在帕邦的部居 那就跟著我們往下看吧 好,現在我們繼續往市區裡面走 哪裡啊?這裡 這裡 我覺得市區裡面看起來比較市區 啊,十公尺就在這 我們接下來是十公尺 我們可以拍 那裡面有人丟錢 欸有魚耶,殺眼 下去 裡面竟然有魚跟牆 這邊其實他生意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們今天去的時候 根本沒人 因為今天就是疫情的關係 因為我們完全沒人 超級好吃 那他烏魚好Q喔 然後他的那個 裡面的冰沙 裡面的冰 是用那個仙草的冰 仙草的碎冰 裡面的料非常多 有大的 有芋泥 然後有粉圓 還有紅豆 超級喜歡吃紅豆 然後還有 這個 嫩仙草 吃下去嘴巴裡面的那個 口感非常豐富 有嫩仙草的 軟軟的 然後也有 紅豆啊 然後還有這個粉圓很Q 記得上次跟同事 員工旅遊來的時候 第一天來就發燒了 然後那天晚上就混混沉沉了 結果吃了退燒藥 然後同事說 他們要去團購那個 那個 嫩仙草 問我要不要吃 因為他們那時候 都要很早去買 排隊都要排一兩個小時 然後雖然發燒 我就說好我要吃 硬是要吃 春天還快來 做啟動 做啟動 只是進行 做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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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